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你们的老编 我是荣烧岩 从这一集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 台湾流行乐坛一个很重要的门派 它只能讲是一个门派,不是一种音乐类型,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不能用音乐类型来接听这个门派 但是这个门派老实说影响了我们非常多的少男少女们 我们今天要讲的门派就是玉女 玉女派,对,其实台湾的流行音乐这40年来 一直有一个重要的门派,玉女派 但是的确在这20年我觉得玉女派的势力 或者是定义开始有些模糊或者有些示威 但是在80年代,90年代 玉女歌手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歌迷来讲非常的重要 我一直很好奇,所谓的玉女就是一个蛮 因为呢,如果你说一个歌手,你要是会创作 你就自然而然就是一个创作歌手,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怀疑的 如果呢,你是很会唱歌的人 大家认为你很会唱歌 你就是一个实力歌手 这个也无庸置疑嘛,对不对? 那后面又变成有一种偶像嘛 偶像可能呢,就是你可能长得好看 或者是有个性,你可能就是偶像歌手 可是玉女好像又在从 是不是她是从偶像这个门派里面在分支出来的吗? 我觉得玉女可以算是早期台湾流行乐团 对于女性偶像歌手的一个统称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出来唱 你如果说是女孩子,你不是走实力路线 那你又不是走像崔台青,欧阳飞飞那种比较热情的 比较艳丽的路线 那基本上你很容易就会归到玉女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里面 最早期,我印象中最早期 有一个歌手唱什么 《往事只能回味》你还知道吗? 叫尤雅 尤雅? 对,第一个被人家用玉女歌手去定位的 这样的一位女性歌手 也的确啦,跟尤雅同期的 什么邓丽君啊,凤飞飞啊,珍妮啊 都是各种不同的歌后 对不对啊 尤雅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得过什么了不起的歌唱的奖 那感觉起来就是 所以我今天我们在思考玉女这个定义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会不会是玉女歌手 她们的形象更胜过于她们的歌声跟制作物 就是对于歌迷来讲 你这个形象是我所期待的一个 我就直接说可能是女朋友的形象 或者是一个好女孩的形象 在早期啊 所以我们把它定位成玉女歌手 我自己认为的玉女歌手 她就是一个好像歌不能唱得太好 是不是?你歌唱得太好 就会被可能被归类到实力派歌手去 开始的时候歌不能唱得太好 但你后来有进步 那当然是我们要加奖 不能一辈子烂下去 而且好像不能太有个性 脑袋不能太好 这样讲好像越来越伤人 这是比较纯真一点 我觉得是形象 但是这些玉女歌手 尤其一些比较资深的玉女歌手 也是经过了这个岁月的累积 如果她持续在这个行业里面 继续在发展的话 你也会发现她的形象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基本上她出道的时候 一定得要是一个年轻女孩 所以中年出道就不能当玉女歌手 是这样子吗? 或者是你一出道让人家让人家觉得看起来你有点糙了 就不能像小吴老师 小吴老师真的就不能说她是玉女歌手 无论如何都不行 所以玉女歌手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出道的时候是个年轻的少女歌手 你要年轻很年轻都没有关系 不要像左左悠悠那么年轻就可以了 那就办法了 对那个就有点那就变童心了好不好 你可以活泼也可以梦幻 但是你对于异性就是男性来讲 你要有一个女友感 你要像个女朋友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对于跟你年纪差不多的这些这个女性歌迷来讲的话 你的形象是他们可以模仿的 他们想要可以学学学你的样子 然后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心目中老编心目中的玉女歌手 就是forever your girl 就是forever your girl 对对就无论她这个玉女歌手现在那年纪是多少 当你回头去听她的歌或者想到她的形象的时候 你永远是停留在那个女孩的形象 那对我来讲就是你对于这个人 你会给她借进成玉女歌手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无论她有没有转型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说像是蔡兴娟 蔡兴娟其实长相也很甜美 歌声也很甜美 但是她一出道就被冠上了这个小邓丽君 这样子的称谓 所以就注定了 就是歌唱实力比较好 对就是她的歌唱实力就很明显的凌驾在她的这个形象之上 那另外举个例子像张爱佳 张爱佳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也是唱一些比较泥南的 然后这个形象也是非常漂亮 非常清新的形象 对 但是很自然的 出道不久 立刻她的才女的形象 就盖过了她 我们刚才想什么玉女形象之上 所以你想到张爱佳 你不会想到是玉女吗 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才华洋溢 什么都会的一个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那所以这样子来说 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抓出一个玉女歌手的这个范畴 讲到这个玉女歌手 我们就直接回到了这个80年代的初期 70年代的晚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才第一次真正有了 就是一群歌手 他们各自以不同的形象出道 但是同样都具备了我们刚刚上述所说的这些玉女歌手必须的特质 这几个特质我们再来跟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出道要年轻 出道要年轻 好 然后对于男性来讲 你要像个女朋友 对于女性来讲 你要是他们可以崇拜可以模仿的对象 对 然后呢 最好是就是你的那个那个外貌 要是要就是颜值是大家所谓的平均值之上 然后你的歌声基本上要带一点甜美的感觉 好 就无论是哪 但是歌不能唱得太好 哎 你歌唱得太好很容易就立刻变成小邓丽君小风飞飞 好 对 大概是这个 还不能太有才华 哦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一直在羞辱 玉女歌手 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这个少爷都非常喜欢玉女歌手 只是我觉得玉女这两个字的确是让人家听起来会有点局限的 好像就是有点傻傻的 好像什么都什么什么都不会做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玉女理念 他除了这个大门派玉女之外 下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分支 我们等下直接进入 就是在80年代最早期 被誉为台湾第一代的 这三位玉女歌手 你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他们是在玉女的形象之下 但是他们各自还是有各自的风格 第一位我必要为大家介绍的 他其实在1977年 就因为唱了一首刘家昌的歌 秋师偏偏就出道的 这位歌手叫做银霞 我从山中来 带着浪花草 中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枣 一耳探三回看或是过往 浪花却依然抱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一来入暖房 照照拼不惜也不想 期待春花开能这处远长 斑云花粗粗天的曲多香 我的印象是真的是来自于兰花草 是我们长大的时候听的歌 对那就是他1979年最轰动台湾的一首歌 叫兰花草 然后银霞的姐姐 如果大家是对于这些老明星比较理解的话 她的姐姐是亚洲影后珍珍小姐 然后珍珍小姐那个时候 结婚嫁给了台湾的音乐教父刘家昌先生 银霞的第一张专辑 我刚讲的秋师偏偏这首歌 就是刘家昌先生帮忙写的 然后也制作这张专辑 银霞其实一出道的时候 因为这首歌非常好听 他一出道的时候就红了 到了1979年 他唱了一首就是 很典型的会在救国团唱的团康歌曲 《兰花草》 一首非常清新的 带着民歌旋律的歌曲 红遍了整个台湾 把银霞的致命度整个拉开 银霞除了唱歌之外 他也演戏 他也主持过好多次的 什么金马奖 奖的颁奖典礼 而且他的歌曲很多 还有什么妮娜豪冷的小首 这些都是当时蛮有名的歌手 银霞是什么样的形象 他就是个大家闺秀的形象 然后带领你学院风 很有学生气质 然后有名歌手那种清新的感觉 然后加上整个形象 就是非常的可爱 然后没有什么压迫性 所以很快就在台湾 就是走红了 这个是当时候 如果大家回去查资料 很多会讲到 80年代的第一代孕女歌手 一定会提到银霞 银霞其实到了80年代的后半期 他还是一直有在发专辑 但是他那个形象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我们刚刚说玉女歌手走到每个街 他一定会改变形象 他才1986年出了一张专辑 叫做单身贵族 不是陈晓云的单身贵族吗 不是啦 不是陈晓云的单身贵族 也曾盼望出现一件憧憬 也曾盼望拥有 还是什么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爱情已离我 越来越远 想当初年少轻狂 不加珍惜的 岂止是轻轻的泪 在梦幻的岁月里成长 想当初年少轻狂 这首歌老编觉得非常的好听 那这首歌其实出来的时间点 比陈书华出梦醒时分 跟别说可惜都还要早 就是其实影响那个时候 其实是蛮有sense sense到说 台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龄女子 没有结婚 然后要走独生的路线 所以他出了这张专辑 其实这张专辑的概念性蛮强的 里面的歌讲的都是这个 上班族女性的心声 但是可能影响那个形象 就是要从育女要转到 你要成为什么单身女子的代言人 这可能不是立刻要转就可以转 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这张专辑 虽然成绩也不差 但是慢慢的 就是有更厉害的单身女子的代言人 像陈淑华这种出来的时候 对 影响这样的 抛弃原本的育女形象 你要做单身女子的代言人 要做不成 所以很快的 就从这个歌谈 慢慢慢慢的消失了 讲到这个八年代 第一代的育女歌手 我们要再讲一位 这位就很重要了 他在1980年唱了一首歌 叫做《我的小妹》 小妹呀小妹 精髓呀精髓 一双眼睛 弯弯的流言美 小小妹妹的美 江灵 我也是长大的时候 我回去听 其实我对于江灵这个人 我一开始听到她的名字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印象 然后对于我的小妹这首歌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印象 但是一天到这首歌 我就会想起来的是什么歌 小妹呀小妹 因为这首歌带了一点 那种小调的旋律 对对对 就是其实很特别 还有台语在里面 在1980年 这其实是蛮大胆的一个 的一个作法 然后江灵这个名字 也许大家现在比较不熟悉 但她的弟弟 蒋三省 蒋三省是非常有名的作曲人 是非常有名的作曲人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蔡兴圈 蔡兴圈有首歌叫做 《两颗星四行类》 那就是 他跟彭伟华合唱的 对 那是蒋三省的作品 然后张金方有一首 《认真的眼睛》 眼睛 对 好 stop 就也是蒋三省的作品 所以他们一家 其实就是跟音乐的关系非常好 有点像是音乐世家这样子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江灵的 她有两首有名的歌 一首是1980年 红遍台湾 非常俏皮的 把这个江灵 这个很接地气 很有亲和力的形象 带出来的 《我的小妹子》这首歌 那这首歌里面讲的 就是一个女孩子 怎么样会讨人喜欢 变成一个金碎姑娘 很漂亮的女孩 那她1982年 有另外一首蛮有名的歌 叫做《男朋友》 男朋友这首歌的MV 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话 会发现男主角是乃哥徐乃琳 真的 对乃哥后来也在歌林唱片出道 那时候江灵在歌林唱片 就有点像是有点像是 师姐在师弟出道的感觉 现在MV里面露个脸 男朋友这首歌就在讲说 在教一个女孩子 该怎么去选择男朋友 我觉得江灵这两首歌 某方面也帮玉女歌手 这件事情定义了 一我的小妹 你要是一个漂亮讨人喜欢 对漂亮的讨人喜欢的小妹妹的感觉 这似乎是玉女歌手 那个时候给大家的第一个定义是这样 另外一个她唱男朋友 她就是很认真在选择 一个女孩子的身份 要去选择一个男朋友 的确玉女歌手 他们所有歌曲的内容 基本上都在讲同一件事情 要如何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 如何不要被男朋友给辜负跟备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江灵在80年代的时候非常红 她红不只红台湾 她红整个红整个东南亚 当然也是一样跟银霞一样 到了80年代的中晚期 你玉女的形象 你可能撑了五年六年之后 你势必要转型 但她那个转型 可能就没有办法 跟之前的我的小妹 那个时期的盛世相接 她也是慢慢慢慢的 就退出了歌坛 江灵那个时候是在歌龄唱片 我特别想要强调歌龄唱片这件事情 是因为歌龄唱片跟日本的音乐圈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们长期以来是非常会做日本偶像的包装的 大家要记住这件事情 因为等一下关于歌龄唱片的歌手会一个一个的出来 立派的一家公司 对 讲到80年代早期 第一代玉女的第三位 她虽然排第三位 但她的重要性绝对不是排在第三 这位歌手已经离开我们了 她的名字 一听的名字就知道是个美女 因为她的名字是来自于一个成语 叫做成于洛艳 成于洛艳的成跟艳 成的破音字是沈 所以是沈艳 沈艳姐姐 1979年的时候 她那时候还在歌龄唱片 你知道歌龄唱片很会做偶像歌手 她唱了一首踏浪 很好听 但是她真正让整个台湾都非常知道 沈艳这个歌手的存在 而且对她的歌耳熟能详是在她的1981年 她跳槽到《综艺》唱片的时候 出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叫做《一串心》 天上星星数不尽 个个都是我的梦 纵然有几片云飘过 遮不住山凉凉的情 行传传行蹦蹦脸儿红 都是为了你 是你到我的梦里来 还是要我走出梦中 行传传行蹦蹦脸儿红 这首歌你真有印象 现在很多人知道《一串心》 好像宜兰有一种小吃叫《一串心》 对对对 有一种串考 它有时候研究机上面的鸡心 也会变成有人叫它《一串心》 对对对对 因为《一串心》 但是《一串心》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首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 有点轻快旋律的 然后也是带了这个女孩子 对爱情的梦幻的想法 非常符合沈艳当中的形象 就是一个非常美丽 优雅 不失人间烟火 小公主的形象 这样子 《一串心》这首歌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刘家昌写的 刘家昌帮沈艳 有点像量身定做的歌曲 我们这样的一路看下来 像是银霞 江灵 沈艳 其实他们三个的形象 某方面就开始定义了整个八九零年代 如果你敢称自己为一个玉女歌手 你必须要具备的哪些特质 我们来回顾一下 像银霞 大家闺秀 清新的气质 对对 江灵 你可以俏皮一点 然后带了也要带了一点亲和力 有点日本偶像的感觉 或者像显艳 基本上你颜值就要够漂亮 讲话轻声细语的 看起来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小公主的感觉 这个基本上这三种风格 我们等一下介绍这些歌手 无论是哪一位歌手 基本上都是这三种风格的排列组合 对 你要嘛就是气质出众 不然呢 就是亲和力要够高 不然的话呢 就是你颜值特出 其实就是这三种 这三种特质的排列组合吧 是不是 就是我们就越讲 玉女的形象就越来越清晰了 谁能进这个门派 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 在这个我们讲1981年 沈宴很好听的一串心之后 1982年 来了另外一位女性的偶像歌手要接班 从这位偶像歌手开始 我们一般来说 就进入到了80年代的 第一代已经结束 银霞将临沈宴这个年代结束了 开始进入了第二代的偶像歌手 也就是所谓的 就是大家常说如果我们80年代要讲四大 玉女的话 这位歌手会被放在这个四大玉女之一 但是以老编的立场来讲 我觉得四大玉女我会比较像是 三加一 有三位这个玉女歌手 因为他们的这个歌唱生涯比较长 我会特别拿出来 我会特别拿出来讨论一下 这位歌手会比较单独拿出来讲 是因为 他的形象跟其他三个人有一点不同 因为他是完全彻底的copy日本偶像的形象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台湾风格 直接他连他的成名曲也直接翻唱日本歌 他就是金瑞瑶 他的成名歌就是 《飞向你飞向我》 看着你深沉多轻敌双眸 叫我抬起头 让你吻着手 两颗心战斗 飞向你 飞向我 嗨哦 嗨哦 海边闪出了悠悠 飞向你 翻唱和和奈宝子的Smile for me 这首歌超级名曲耶 飞向你 对 飞向我 这首歌是不是日本的原曲也很有名 也是有名的歌 是的 也是有名的歌 对 然后呢 但是台湾人来讲 真的飞向你飞向我 那时候真的太重要了 就是 因为他带出了金瑞瑶这位歌手 那时候大家都叫他 叫他瑶瑶 瑶瑶 不是本世纪的那个郭书瑶瑶瑶 在上世纪也有一个瑶瑶 上世纪讲瑶瑶就一定是金瑞瑶 金瑞瑶出道的时候就是以这种非常典型的日本偶像歌手的感觉 是不是那整个感觉就是很像宋田圣子 对啊 对就很像宋田圣子 那时候日本那个时候也是进入了一个偶像全盛时期的开始 开始宋田圣子啊 终生明菜啊 然后小泉今日子嘛 在日本的时候也有他也有所谓的就是女性偶像的玉三家嘛 就是有三位最强 可是金瑞瑶他很明显的就是模仿的就是松田圣子派 那你想说 你想说梅艳芳他可能模仿的就是钟森明菜派 因为松田圣子派就是非常标准的女性偶像 就是那种林家女孩可人可爱那种感觉 跟钟森明菜那种比较叛逆的叛逆的 而且梅艳芳也真的啊 虽然是梅艳芳出道的这个 其实梅艳芳大家熟悉梅艳芳在演唱什么什么什么 燕之扣啊烈焰红纯 其实梅艳芳才二十几岁耶 其实还是小女孩的年纪 但是她的形象真的非常的成熟 沧桑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玉女歌手的形象很重要 所以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钟森明菜当作目标的 梅艳芳当作是玉女歌手 完全没有办法 金艳芳唱红了这首快歌《飞向你飞向我》之后 她1983年 非常意外的来了一首抒情歌曲 叫做《岁月的眼睛》 在家时候 在小时候 月儿默默 看着我 多年以后 一家人走 人生心疼 呼唤我 这首歌是有那个小孩子的声音做开场的 一首非常也是非常清纯 然后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 讲这个女孩子长大之后去回想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岁月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正当大家以为 你金瑞瑶要从1982年红到1983年 这个看样子台湾整个这个女性偶像 孕女市场要被你一个人包办的时候 他自己的唱片公司叫歌林唱片 推出了他们下半年的另外一个神秘武器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神秘武器推出来之后 绅士完完全全的盖过了 盖过世界了 金瑞瑶基本上我觉得他 当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代表作 什么《风中的画》这些作品 但是的确他过了1983年之后 这个绅士就远远的大不如前 因为他这位师妹的声量太高了 是谁了 这位歌手现在应该大家都还记得 林慧平 慧平 林慧平小姐 对 他1982年 他那首《网西》 红哦 红遍了整个台湾 对 林慧平其实带了一点点苦情的形象 对 他声音其实是有一点 没有那么甜美的声音 对 不像金瑞瑶这么少女 我觉得林慧平的声音 其实一听 一开始听的时候 你不会立刻把他跟这个 纯粹的玉女派立刻做连接 虽然他的形象还是非常的漂亮 但他的声音就带了一种 说不出来的苦 就是他的歌也是往昔 过去一朵盛开的花如丝如画 然后1983年又唱《戒痕》 然后又是失去的恋情 然后1984年的爱情与宿罪 这爱情跟宿罪一样 就醒来一场头痛 都让人觉得有些伤感的歌 但是林慧平那个时候走的那个感觉 还是玉女倾向的 这个东西完全没有 但是那个时候算是老编自己在听歌的时候 会发现是一个很满会唱歌的玉女 那也是他说那时候已经就是把玉女歌手的实力 就是比较凸显 他是一个会唱的玉女歌手的感觉了 对 然后林慧平前面几张 现在写都卖得非常的好 都是那种一出来就可以立刻到排行榜上的 第一名的那种厉害的程度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那个时候对于他自己的事情 因为要造成多大的影响 然后林慧平在1984年85年的时候 他的那个声势受到了一些影响 没有像他这个82年83年的时候那么强 为什么呢 这个真的就必须要讲一下 就是在进入了这个第二代的玉女歌手的时候 玉女歌手彼此之间 已经不是各有各的风格 像什么沈宴江临一下 各有各的风格互相不影响 他们彼此之间是开始在抢市场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属于 这个少女偶像玉女的市场已经成型了 1984年有一位歌手 他在1983年就出道了 但是他真正大红是在1984年 因为一首男女对唱曲大红 这个歌手很重要 他这种男女对唱曲也极其重要 其实对于玉女歌手来讲 一首好的男女对唱曲 基本上是生涯的标配了 你要有一首对唱曲 大家以后就一直记得这首歌 这首歌叫做故事的真相 杨玲 杨玲 对跟黄仲坤的合唱 谁来为我把真相说明白 谁来为我把真相说明白 你曾告诉我 我是你唯一的爱 就算我能相信你 也能对自己交代 我想离开 我想离开 一年不会更改 不管你再怎么说 已经造成了伤害 故事的真相 这首歌 少爷应该很有印象吧 有印象 真的也是我们很早期 小时候就一定 一定听过的一首男女对唱 你也许不记得这个歌是谁唱 但这歌曲的旋律 你会记得非常清楚 王仲坤那个时候 谁来 对对对 王仲坤来了 王仲坤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常说寿子 台湾的寿子 是这个行走的费洛蒙 对不对 你放在80年代 台湾的那个南科手 要找一个行走的费洛蒙 那就是王仲坤 真的哦 所以你们认为 八年年代行走的费洛蒙 是王仲坤哦 是王仲坤 你问10个人 应该有5个人 会跟你讲是王仲坤 我不敢讲9个人 他那个时候跟他自己的 算是这个师妹 就是杨玲 合唱了这首故事的真相 除了这首歌很红之外 某方面也帮助了 那个时候其实出了两张专辑 但是成绩都不够好 有点找不到太方向的杨玲 重新定位了 他之前走的是 有点像小男孩的路线 比较中性的路线 大家一定想不到吧 杨玲后来这么女孩的路线 他一开始是要走小男孩的路线 小男生路线 对 然后那时候还找了刘家昌 把他写作品 但是成绩都不好 一直到1984年 陈彼得之首故事的真相 杨玲一唱 唱红了之后 他所属的《综艺》唱片 就是之前我们刚刚讲到 沈宴 同样的这家唱片公司 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手上握有的 这个杨玲这个歌手 他不是要走江陵的路线 他是要走沈宴的路线 他是要走 不是人间烟火的小公主的路线 于是1984年 发出了一首歌叫做 《把心留住》 这首歌好好听 好听 而且因为为了要搭 故事的真相 黄仲坤加杨玲的身世 明明就不是一首男女对上去 还硬要让黄仲坤 在最后来了一段口白 口白 对很有趣 杨玲的身世因此就大开了 他那个时候走红的程度是 那时候很多就是台湾 大家知道吗 都骑摩托车 但是有一段时间 他是所谓的挡泥版女神 挡泥版女王 对 大部分的挡泥版都是杨玲 然后那个时候你去文具行 卖那种明星的小卡片 小照片 杨玲的照片一定是摆在第一排 因为买的人最多 他1985年有另外一首更红的歌 比《把心留住》更红的歌 他的代表作了 玻璃形 爱人的心是玻璃形 我做的 尽量的心是玻璃形 尽量的心是玻璃形 就难以再愈合 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 再也听不到 那原来的音色 杨玲的心是玻璃形 写的歌 帮他转型 后来他陆陆续续唱了 琪琴的这个玻璃形 然后后来到了1986年的时候 1986年年底 有一张专辑 他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窗 嗯 窗那张专辑是陈森做的 对 所以他 他其实那个时候 虽然说是玉女 但他其实他背后的制作 跟他的词曲阵容 相当的坚强 对啊 因为琪琴帮他做了 蛮多首歌的 还有后面的像是什么 纯白啊 其实都是我个人 很喜欢的作品 对 然后杨玲的声音 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常常会有人批评 杨玲的声音 就觉得他 就直接给他一个定位 叫做不会唱歌 但是老编真的觉得 经过这么多年 我再回去听杨玲的歌 我觉得他绝对不是 不会唱歌 而是他 很会利用自己声音的特质 维持在 那个玉女 跟那种 带一种朦胧美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 对于少爷来讲 想法是如何 但是对老编来讲 就是 我觉得还杨玲一个公道 我觉得玉女歌手来讲 我觉得杨玲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 我觉得是 在日后可以当作一个标准 他有个特别的玉女嗓 就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玉女嗓 他真的就是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杨玲的音质 歌唱的好不好 我觉得是不用讲 但是他的音质 那种有点沙沙的 又很性感的 其实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声音 对 杨玲在1987年 开始演戏了 然后他去演了一部电影 叫做这个 尼罗和女儿 出了一张专辑 纯白 就是为了 尼罗和女儿 这部电影 有点像是原生代的方式 电影的成绩 老实说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这个原因 那个时候 想要有点转型 就是想要转型 来跟这个学院一点 唱一些比较文学风歌曲 杨玲那时候也受到了挫折 那时候他的这个专辑成绩 有一点掉下来 然后同时 在我刚刚讲的 这个是1987年 在1987年 这个林慧平这边 林慧平在1986年的时候 先唱红了两首歌 把他的声势原本有点往下掉 又拉起来了 一首是比较快的 走在阳光里 一首就是非常有名的 叫做吴琴璇 然后这个把他的声势拉起来了 就到了1987年 跟杨玲一样 都好像有一点 进入了一个平原期 有点声势拉不起来了 就像另外一位 与女歌手 这个时候趁虚而入 他已经耕耘了很久 但他一直等到了1987年 才终于声势 跟刚刚讲的林慧平跟杨玲 可以并驾齐去 谁咧 碧华 李碧华小姐 碧华来了啦 碧华在1987年 有一张非常非常红的专辑 如果1987年 是一个重要的分水领外 1987年真的 李碧华在那年的身世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微微的超越了杨玲跟林慧平 他耕耘了非常久 这首《星雨》是马兆骏的歌 我的心是六月的情 《星雨》是马兆骏的歌曲 《星雨》是马兆骏的歌曲 李碧华那个时候的形象 就是我们刚讲 如果说林慧平是苦情的形象 然后杨玲就是那种 不食人间烟火的公主形象的话 李碧华就是一个台湾好媳妇 媳妇心育女 然后《星雨》这张专辑 讲的就是一个即将要嫁人的女孩 但她其实嫁的不是自己心里最爱的人 整张专辑除了《星雨》之外 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 叫做《再上一次妆》吧 这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 她讲的也是一个很宿命的女子 要跟自己的老情人 或者是即将分手情人见一个面 她说好吧 我再上一次妆吧 让她看到我最美丽的样子 老编那个时候是 还在念国中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男同学很喜欢 把《再上一次妆吧》这首歌 唱成《再上一次床吧》 果然就是 这是男生会做的事情 然后我同学就跟我讲说 你看李碧华在邀请我 再上一次床 果然就在想这些东西 对 但也因此你就知道说 李碧华对于年轻的小男生来讲 是女朋友的形象 我是大姐姐 是女朋友的形象 李碧华在1980年的时候 其实就在海山唱片 在《明瑶峰》的合集里面 就已经出道了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她其实一开始是想以 明歌手的身份出道 可能类似像蔡琴 奇遇这样的感觉 但她的形象 基本上就是比较小女孩 所以在1981年 在帮她出专辑的时候 就把她搭配了 那个罗吉正 另外一位男歌手 唱了一首歌叫做神话 就是男女对唱 一定要出来一下 拉台下 女歌手的标配 对 神话这首歌大红 因此李碧华要走 女女而不走 名歌手的形象 这个事情基本上就确定了 对 非常适合走 女的形象 然后她到了1984年的时候 她加盟了乡城唱片 然后那时候在台湾 也算是一个中流砥柱的一家 唱片公司 那时候她唱了一首歌叫做 《岁岁月月年年》 因为志伟帮她写歌的歌手 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到 我只能相思天天 相思念念 你是否和我一把 想念 我时常一起当年 初见的那一眼 你是否和我一把 怀念 这首歌也就是 一半是文言文 一半是白话文 然后就是带了一点 那种古诗加新诗 揉在一起的感觉 其实这首歌是钱幽兰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吗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钱幽兰那个时候 也在香城唱片 香城唱片那个时候 还出了蛮多 这个玉女歌手 我们等一下会 一个个为大家介绍 然后我们讲到了 1987年哇很厉害 李璧华终于翻身了 之前就是感觉起来 如果说你是三位玉女 来做比较话 永远都是排在第三名 终于在1987年 还有一首歌有张专辑 让他冲上去了 但是有一点可惜 就是如果说你1987年 你真的要选一个 玉女歌手的代表 竟然不是李璧华 方文林 想不到的EPA 方文林 这个方文林 1987年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这个主题曲就是 不一样的女孩 梁洪志老师把他写的歌曲 他有他的笑容 我有我的温柔 不一样的女孩 为何你会迷惑 别再那样看我 这首歌曲非常的红 让章节非常的迈 但是方文林这个歌手 在整个玉女的歌坛 市场来讲 对我来讲一直是个 一个是个谜 你怎么说 因为他爆起爆弱的太夸张了 对 这个方文林 大家都知道 他是所谓的这个飞音三叔之一 他是第二个发唱片 第一个发唱片是球海震 然后方文林那个时候 他的名字本身 他当初刘文正帮他取名叫方文林的时候 其实就是冲着杨领来的 对 然后连他这首歌 陈铭曲不一样的女孩 也在告诉大家 就是我虽然名字有点像杨领 长得也有点像 但是我不一样 但我是不一样的女孩 我可能比他更会唱歌 也许有这样子的心态在里面 他1987年一出道 这首歌大宏 他那时候几乎在各大排行榜 或者什么偶像票选 全部都拿到了冠军 他是新人的姿态 他连在金桑奖 这种最受欢迎的歌星 他都拿了第一名 然后因为太红了 开始各式各样的流言就出来了 各种那种攻击性的八卦的 都针对他而来 他只隔了一年 他在1988年出了第二张专辑 叫做送我回家 立刻就不卖了 对 所以常有人开玩笑说 第二张专辑就送他回家了 然后他到了他出第三张专辑 叫做泡沫恋情的时候 那时候刘文正 他老板很认真 要帮他拉起来 重新拉起来 找了童安格来帮他制作 甚至那个时候 他的主打歌重新爱过 还找了 那个时候正在跟 方文林热恋中的 创作男歌手 王杰 来帮他写歌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 王杰跟方文林那个恋情 炒得有多么的轰轰烈烈 听说那时候方文林还为了王杰 把头发给剪短 不顾他这个老板 有温正的反对 硬要把头发给剪短 这种敢爱敢恨的形象 老实说跟玉女形象是有冲突的 难怪 难怪 对 所以方文林后来他这个 敢爱敢恨的形象太强了 以至于他后来无论怎么转型 怎么努力 换了唱片公司又去演戏 但是在歌唱唱片专辑这一条路上 基本上就再也没有起色了 确实是 对 我觉得对我来讲 就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个谜 因为1987年老编是青年看着方文林 就像凤凰一样的 从火中诞生 然后突然之间就被烧光了 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没有浴火的凤凰 没有浴火的凤凰 直接变烤鸡了 文林姐不好意思开玩笑了 好我们先回头去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如果把这个瑶瑶姐 金瑞瑶姐先拉开来 先看这个三位在对台湾的 育女市场来讲 最重要的三位女歌手 杨玲 林慧萍跟李碧华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形象 杨玲就是那种 物理看花很有神秘感 很梦幻的女神级的人物 然后林慧萍是会唱歌的 然后感觉是很清爽的 很温暖的 然后很有人气的 然后她像是女王一样 有点是承接了她的偶像 凤飞飞那样的感觉 就是很有亲和力的 可以跟这个歌迷直接对话 然后碧华姐姐 我们常常这样讲 就是碧华姐姐唱歌都很像在咀嚼 哈哈哈哈 她就是嘴巴就是小小的 你知道吗 好像有点张不太开恨 对不起 就是咀嚼她说的歌词 口香糖媳妇女 都是咀嚼歌词 很典雅 然后很矜持 就很像那个邻居姐姐 很像淑女的邻居姐姐 对不对 这种感觉 那瑶瑶姐就很像是什么 很像那个 每天就是很开心 那种幼幼般的导师 每天都是飞向你飞向我 在享受唱岁月的眼睛 那幼幼般的导师 虽然说在 所以说我们就说 在玉女的这样子的一个头衔之下 每一个人还是有自己的风格在发展 虽然说1987年跑出了一匹黑马 叫方文林 对对对 在同时 在这个方文林之前 其实想要去挑战杨玲 林慧萍跟李碧华的人 也是大有人在 1983年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歌手 叫何春兰 还有另外一个很会唱歌的女歌手 声音非常甜美的 像蔡兴娟的叫做麦伟婷 她们各自都有代表作品 但是她们的影响力 跟她们的歌唱生涯 都不如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几位女歌手 来得长 来得有影响力 1986年还有一位徐文倩 大家还记得 我们曾经介绍过徐文倩 在那个没有危机的好歌手 那一集 我们曾经介绍过徐文倩 徐文倩一出道的时候也是 她声音非常的甜美 走的也是希望走一个 孕女形象 但是她也是一样 她的影响力 跟她的歌唱生涯的长度 都不如我们刚刚讲的 这几位孕女歌手来得长 那我们现在要特别提到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李碧华 对不对 李碧华非常疼爱她的小师妹 叫做钱幽兰 钱幽兰自己在发唱片的时候 其实也是走徐女的形象 可是呢 她是一个创作型的徐女 这个就少见了 这是少见了 在80年来创作型的女歌手真的很少见 而且她本身又长得很甜美 歌声也非常的甜美 她1986年唱红了一首广告曲叫做 就在那一秒 最初的滋味总是最好 自然谁也忘不了 就在那一秒 对 到底是卖什么东西 我好像有一点 应该也是饮料之类的东西 对是饮料 我要再强调一次 这首歌你知道 作词是陈嘉丽老师 我们前面几集有讲过 陈嘉丽老师就是非常会写这种明亮的 阳光的充满欢乐的 很多歌的陈嘉丽老师 对 还有帮其他的徐女歌手 后面还会介绍到 对 朱慧伦 写过了很多歌的陈嘉丽老师 然后 在1987年 钱佑兰开始 有一首很重要的创作歌曲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漂亮的小女生 然后不只会唱 还会写歌 她在她的专辑 萍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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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叫做《新娘》 有一天 我渐渐的老去 不在清晨里 你还会爱我吗 如果有一天 我慢慢地上演 不在心里 你还会爱我吗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 最美丽的 新娘 我眼睛上尽 时光绝心 你我拥有的梦想 这首歌就是讲 自己是代家新娘 如果真的结婚了以后 你还会爱我吗 而且这首歌后来被 英能静翻唱 对 英能静翻唱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好听 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的版本 是英能静的版本 哦真的哦 对 然后后来我招式秦游兰之后回去听 然后觉得说我好喜欢秦游兰这个版本 秦游兰自己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 他个性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到韵 我觉得是被唱片公司某方面是被包装出来的 我觉得真的是被包装出来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80年代末期西洋乐坛的David Gibson 因为在那时候你必须要能够自己是作词作曲演唱的玉女 我觉得真的太少见 再加上他自己应该是对音乐蛮执着的 所以后来他90年代他就跑到美国去学音乐去 对 呃老编因为工作的关心曾经跟前游兰见过一面 然后 那时候呢我们叫他兰姐 对 前游兰的兰吗 兰姐 老实说第一次见到前游兰的时候 有点吓到因为发现他都没有变 还是跟我们在巴尼那看到的那个玉女歌手的样子 其实还是一样 虽然穿了套装 戴了眼镜 发型不一样 但是整个人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那种属于少女玉女的那种无邪可爱的感觉 还是在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尊重他为兰姐 我们在跟他谈工作 但是 那时候还是想到 还是会想到就是 就我刚刚讲了 我们讲到玉女就是forever your girl 就是我在看到前游兰的时候 我脑袋里面想到还是 你还是想到他以前80年代那个样子 还是就在那一秒 对 真是不好意思啊 蓝姐 然后同样在香城唱片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李碧华 讲了这个前游兰 其实香城唱片在那个时候 手气蛮旺的 他们好多歌手都在他们的手上大红 像是那个林良乐 像是芝麻与龙燕 还有我们刚刚 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一位 也是玉女歌手的代表王墨君 非常可惜的玉女歌手 非常可惜 王墨君其实在1983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道了 歌唱比赛就已经出道了 但是出了几张专辑呢 都都没有起来 大家就觉得有点可惜 一直到1988年 他加盟了香城唱片 香城唱片就很清楚的 就是说我要把你打造成玉女歌手 因为王墨君长得蛮漂亮的 声音也很甜 他很会唱 非常会唱歌啊 然后呢 找了那个时候 刚串起的一位作曲人 陈秀南 就是后来飞碟唱片的大将 大将 帮他写了这首 非常非常好听的 《偷哭的日子》 啊 偷偷想你的心情 啊 偷偷哭泣的日子 《偷哭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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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替王墨君觉得很开心 因为王墨君老实说 我觉得他是少数可以把 沈燕 银霞跟江陵 我们刚刚提过的 就是三个重要的 玉女的标的物 的气质集中在一起的歌手 他挡得漂亮 又会唱 气质又好 这是前途大好 而且我刚刚不是提到了吗 其实在1987、88年的时候 其实无论是杨玲、林慧平 他们的声势 都有一点点 进入了疲怨期 其实他们 这时候其实整个歌坛 都在期待下一个 玉女接班人是谁 王墨君是非常被大家看好的 结果 竟然 就在隔一年 1989年的1月 王莫军跟芝麻羽龙眼 南下参加高雄的活动 发生了车祸 就这样子走了 非常可惜的事情 而且龙眼 芝麻羽龙眼龙眼也跟着走了 这个事情其实那个时候 在80年代这个新闻的震撼性 真的不亚于90年代 我们听到张雨胜离开的事情 对一样的冲击很大 因为王莫军真的是当红的歌手 当当专辑真的当红 没有想到就这样走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我们今天要在 你确定我们第一集 要在这么悲伤 可惜的 我们真的要纪念王莫军 我们要好好听一遍 偷哭的 但是同时要告诉大家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到的碧华姐姐 杨玲姐姐跟慧萍姐姐 你以为他们的歌唱生涯 跟玉米生涯 到了1987年 1988年就结束了 没有 没有 这三位之所以有代表性 是因为他们的歌唱生涯 都超过了十年 没错 而且他们在进入了 这个八年代的晚期 九年代的时候 他们都各自的呈现了 他们非常惊人的 转型的成绩 没有 至于是哪些歌 有些老歌迷还记得 新歌迷还记得 没关系 我们下一集 关于这些 玉女歌手的下半场 继续讲给你们听 那我们就下一集 继续来介绍 进入90年代之后 这些玉女吧 对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